我當年到這個香港去的時候 我2001年 我離開台灣就去香港設立 一樣我設立完了以後 我也要找 那個時候已經不需要再找醫生了 因為很多醫生都認了我 我當時在香港我要找院長 我在想 到了香港我要找什麼人當我的院長最好 我一想 香港那個時候是中國道路的特區 所以我就找特區的衛生署的署長 他剛剛退休下來 我就去找他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我很有老人眼 雖然我年紀也不小了 但是我這個老人眼 我等一下再給各位看 我素妹評審 我就去找到 當時這個香港衛生署的署長 剛剛退下來的一個叫做 Professor Lee 李少華 這個Professor Lee 我就去找他 那我這個人事實上跟各位一樣 傳銷從緣故做起吧 但是也要陌生拜訪吧 那我就是習慣是陌生拜訪 你衛生署署長 我不認得你 我可以讓你認識我吧 我就去電話一打 然後去自我推推薦 我說很有緣分嘛 他就接見我了 結果 我把美照的自動化漸展 講一遍給他聽 講完以後 他大概跟各位一樣 他就跟我講 曹總我聽不懂 聽不懂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對啊 年紀一動 我說這樣好了 明天你跟我一起飛到台北去 來回機票住宿我付給你 你跟我一起去看好嗎 我們這位Professor Lee竟然點頭 哇高興的不得了 第二天馬上回去一飛到台北去 我帶他我們台北的那個診所 整個看完一遍以後 Professor Lee說 曹總 我加入你美照團隊 我說這個這個 你設計的這個自動化漸展太棒了 所以我告訴各位說 我確實很有緣分 所以 講到這個地方 我剛剛跟各位提到 就是說 事實上 一路走過來 問題都很多 但是我剛剛也跟各位提到了 就是說 你面對問題不要怕 我常常真的 這是我的心得 我跟各位交換 你不管在你人生的旅途上 碰到問題的時候 你要冷靜下來想 這是老天給你機會 老天給你機會 不要被問題把你打敗 你就要抓住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機會 所以 講到這裡我想 我應該回到我的主題 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這個故事已經講下去 講不完 講兩個小時了 所以我想 我回過頭來 我來跟各位談談 就是說 這個前面的燈把它 前面關掉 這樣的這個顏色才會跳得出來 所以我剛才 一開始在跟各位講說 欸 美照的健康檢查 跟健康管理是什麼 很簡單 我就說 我習慣用一張表 把所有的問題全部談清楚 各位可以看看我們左邊的 有沒有那個雷射筆 雷射筆 雷射筆 好 沒關係 你們準備給我 所以 健康管理簡單講的 我剛剛跟各位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從這個表裡面 我再次跟各位講 你到醫院去的時候 醫院在做的就是病人的疾病管理 每照要做的是今天在座的每一個人 叫做健康管理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 談這個健康管理呢 我必須要跟各位 在這個談健康管理之前呢 我覺得 我自己有一個美照健康管理的偶像 這個偶像是誰呢 我必須介紹一個人給大家認識 這個人目前是美照首席的顧問 他的年紀到我40歲 我剛才不是講說我很有老人緣嗎 這是第一個老人緣 我今年58歲 他到我40歲 各位 他今年98歲 98歲 我要講這個人 我多講一些 各位都會發出驚訝的聲音出來 他是現任日本天皇的藝衣 他寫了200本的暢銷書 他同時也是現任的國際健康協會的主席 而且擔任過國際心臟協會的主席 所以各位都會知道他的地位 我再講 他還是 日本 在有一個50週年的這個廣島跟長期的炎子彈 50週年的紀念大會的那個主題曲 曲子是他寫的 各位這個人是不是多才多藝 還有他還是大業團的指揮家 各位這個應該就是我們大家要做健康管理的一個可以摸拜的對象吧 一個偶像吧對不對 但是他還有更驚訝的 他在2006年到北京來看我 他來看我呢 因為他是日本的國寶 所以他只要一出國 日本有一個國影的電視台叫做NHK 大家知道哈 NHK馬上就派了攝影隊跟記者跟他隨行來 所以他一下位機我去接他 記者馬上先要訪問他 你這一次到北京的目的是什麼 他就講說我到北京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 要參觀全世界最棒的體檢中心 美照 哇你看看他幫我在NHK面前 直接講 這是全世界最棒的這個北京美照體檢中心 我站在旁邊當然就是飄飄然的感覺 當然就是覺得哇好過癮 第二個他就跟他講 我來北京 第二個目的是我要去爬長城 各位在座有爬過長城的請幾手 喔有不少人對不對 爬長城所以2006年對 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說他要去爬長城 哎呀我一聽啊 一折喜一折憂啊 當時他95歲啊 爬長城我一聽 好吧你要跑我陪著吧 陪著不重要啊 關鍵是我把我北京美照的醫生跟護士 我規定他們全部一路要陪 不准穿醫生跟護士的制服 然後我又準備了急救車 上面有氧氣筒急救設備全部準備好 但是不能讓這位老先生看到對不對 所以一路浩浩蕩蕩蕩的往那個 巴達里的那個長城 哇一路出發後面的急救車什麼 一路跟啊 對啊結果 我們這位老先生啊 哇到了長城好興奮啊 對啊都忘掉他自己已經95歲了 哎呀 結果我當時準備有四個富士小姐 年紀都是二十歲上下的 年紀輕輕的然後打扮成一般的 穿著那個爬山服啊很高興在他旁邊陪著 但我又不敢讓他知道 結果我們這位老先生啊 一到了長城以後一路衝啊 我們四個富士小姐跟不上 你絕對不相信 我 我還跟他講一個各位更不相信的地方 結果他到了長城有一個風火台嘛 他上去了以後哇 眼看賽外的風光 他老先生就站在那個長城那個邊嘛 他手一拿起來 我看到他手在搭著自己的脈搏 因為他是醫生嘛對不對 搭脈搏不重要 這個搭脈搏的過程我一看 我就趕快把那個NHK的記者找到 這個鏡頭不要漏掉 你知道嗎 他搭完脈搏以後講了一個80 哇 我自己想我的心跳都120了 這位老先生竟然是只有80 結果那個NHK這個鏡頭 馬上就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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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下來 後來NHK 在日本的電視台播了一個小時 他的節目 這個鏡頭 哇變成是他第一個 變成是畫面的一個鏡頭 當然這個半個小時 這一個小時裡面啊 有半個小時是我的鏡頭 哇所以 所以在日本啊 所以日本的健點界幾乎 我現在都跟他們很熟啊 這樣子啊 所以各位一定看看 爬長城有沒有證明 我應該要按這裡 忘了忘了忘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一位 他一路在爬的時候各位 因為他大我40歲嘛對不對 他應該可以當我的祖父嘛 做我的阿公嘛 所以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事實上都跟他走得很近 我手幾次都想伸過去去抓他的手 扶他的手對不對 各位 他總是當我的手過去的時候 他都輕輕的把我撥開 哎呀 意思就是說 不用你這個 這個小年級啊 不用你這個年紀輕輕的扶我一保 我去去都可以走路啦 這樣子啊 對啊 所以你看啊 所以下面這張圖再給各位看一下 哇到了長城以後高興的不得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當時 我說我跟老人都很有言 這一位就是 這一位就是 香港的衛生署的署長 李少宏 同一社利 那這個就是 日野原崇明 當時是95歲 這位是82歲 當年他是85歲 這是我們美照的總院長 所以我是最年輕的一個 所以我在他們面前 我就覺得好過癮啊 對吧 所以有時候要去找老人家 都跟他相處 才覺得自己的這個這個年紀很輕 所以我必須告訴各位 後來爬完長城以後呢 他一下長城我就 就接待他去吃北京烤鴨 日本人就很喜歡這個 他吃完烤鴨以後 這個童勳大發 這個這個 當時95歲的 童勳大發 你知道嗎 他就抓著我的手 寫了一個字條給我 他說 他都叫我CK啦 他說CK 我100歲還要來爬長城 100歲還要來爬長城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 給大家事實上 我們一輩子 往往會從小孩子剛剛出生的時候 當我抱著小孩子 看著我們的小孩子的微笑 你會對生命充滿的希望 對不對 一般對生命的憧憬 都是從小孩子 產生 很少可以看到一個老人家 可以從他身上看到未來 看到生命的希望 這是我最感動的地方 我跟各位分享 所以各位 所以他真的是我們美照的一個健康管理的一個偶像 所以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他是活得久 活得好 而且是老得慢 所以我從他身上的不知不覺中就悟出來 美照的宴景 事實上就是 我們必須要敬我們今天 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們希望跟我們周遭有言的每一個人 從愛去關心他的健康 我們希望他的健康 會帶給他活得久 活得好 老得慢 所以各位 我們要慶幸 我們雖然不是醫生 我們不是護士 哎呀 我們竟然可以投入到健康管理 去從事一防一血的 這麼有意義的一個事業 這就是事實上 大家一起創造這樣的一個平台 大家一起下來